又有什么查全文检索又有分类检索 其实会容易两个条件会容易搞混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旧的textbox先把它移除好了 或者你们再另外再新增一个新增一个网页 然后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做到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下拉选单 那这个选单呢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那个里面的条件 那个条件部分的话就是根据什么分类 分类的部分的话呢 看他是哪一类别 然后呢我就直接可以让他显示出来之后呢 可以可以让使用者怎么样 用选的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在上方呢 我们需要用那个什么 Jawdown list 然后呢 点下去之后呢 他可以自动帮我分类 那这个分类部分呢 不是自己打上去 而是从什么资料库里面 去把这个条件 筛选出来 这个我刚刚把那个 删掉 类似像这样 这个我刚刚做出来 就是 我把这个筛选条件 如果说呢 我今天希望把这个 把这个条件先删除掉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直接执行的时候 可以用就是下拉选单 不需要任 不需要输入任何的条件 他可以让我用分类的方式做选取资料 选取资料 那这边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我现在是程式设计 我把它点下去 变资料库 点下去变网页设计 那特别注意就说 这边呢 主要这个来源呢 并不是我自己预先去key上去的 而是动态什么呢 从那个资料库里面去看看分类里面 帮我把它群组 因为可能分类里面有很多都是网页设计 一个资料里面 有很多个网页设计 在我们那个 这个资料库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数 我把它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做群组 比如说一类 我就一个显示出来 那总共呢 会有三类 网页设计一个 程式设计一个 资料库一个 那其他重复的资料就不显示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特别注意 第一个呢 上方请各位 拖拉出一个那个 Jawdown list放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这个Jawdown list里面 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呢 它会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说呢 它也可以怎么样呢 选择资料来源 也就是说呢 你的资料来源呢 你可以另外再给一个 也就是在一个网页里面呢 还可以再怎么 增加一个Seql Data Source 2 那这个部分呢 对 好